相機無限到底有多大呢 很多人看電影都會吃爆米花 但是根據統計全台灣電影院 去年總票房高達90億台幣 全球排名第17名 其中光靠著賣爆米花 就賺近將近5億的台幣 在大陸更加誇張 有一家院線片呢 這個院線光是賣爆米花 就可以賺19億台幣 蜘蛛人近期再起第二集 票房果然讓人驚奇 上到6天 全台票房超過了1億3000萬台幣 超越了雷聲索和美國隊長 成為了國內今年開票 成績最好的電影 票房好對戲院來說 只是錦上添花 一位戲院更希望 觀眾看蜘蛛人的同時 也能夠買這個 爆米花似乎是 影迷們看電影的首選 買什麼 爆米花 定要吃的是什麼 爆米花 會買爆米花 爆米花 爆米花 人人一手的爆米花 可以說是戲院的金基母 15% 那差不多是 總理收差不多是 一年兩三百萬 來看看這個爆米花的商機 根據美國電影網站統計 全台去年電影票房總收入 高達了90億台幣 全球第17名 票房所得扣掉了 片商拆账 分成 税金 人士和設備的成本 戲院近賺4成 總收入大約是36億新台幣 若是一包扣了爆米花 在內的食物收入 佔總收入的一成五來計算的話 爆米花可以說幫全台的戲院 賺進了5億台幣 很多人習慣一邊看 還一邊吃 大陸人似乎更愛吃爆米花 一顆小小的爆米花一年內 讓大陸的萬達院線 賺進了超過19億的新台幣 佔總收入的9.5% 怪不得全台灣78家的戲院 每一家都要讓爆米花機 隨時飄出奶油香 來吸引民們的購買 因為爆米花成本低 收入全都進到了戲院的荷包裡 記者胡志成王明雄 台北台訪報導